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宣告神是怎么样看待我们的 我们也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举起你的圣经来摇一摇 那我们一起来宣告 这是我的圣经 我爱神的话 圣经告诉我 我是蒙爱的人 我是有价值的人 我是有盼望的人 我是有喜乐的人 我是得胜的人 我是蒙福的人 我是有力量的人 我是有未来的人 我是有影响力的人 请跟自己说 我是蒙福的人 再跟自己说 我是有未来的 我是有影响力的 阿们 哈利路亚 那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 西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六节 如果你今天已经成根灵修 这一段经节你应该不会太陌生 西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宣读 第八节前 亚伯拉罕迎着信 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威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他迎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 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下 雅各一样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因着信连莎拉至极 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 还能怀孕 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 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 从出生子孙 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 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说这样话的人 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此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上帝 我们感谢你 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得以到你面前来 并且得着你丰盛的应许 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你拆下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 好 叫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谢谢你 我们是蒙你应许的 我们是有未来的 求圣灵在我们里面 开通我们的智慧 让我们借着今天的道 上帝的话 找我们的心 让我们知道在你的计划里面 我们充满了盼望 我们充满了未来 因为你对我们的人生有计划 谢谢主引导我们 有一个顺服的心 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 我们这样祷告 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Hallelujah 在这世界上 你知道看得最远的望远镜 是什么吗 它叫做哈勃望远镜 哈勃望远镜呢 不是戴在脖子上 也不是架在这个地上 它乃是架设在离地球 有600公里的太空轨道上 就像卫星一般 并且它可以看到最远的距离 据说是140亿光连 哇 140亿光连 你知道一光连 光连是距离 距离的单位 一光连有多远呢 以公里数来算 它是9兆4600亿公里 哇 无法想象对不对 一光连140亿 我们都已经难以知道 这个距离是多少了 何况哇 实在是天文数字 难以理解 换句话说 如果透过哈勃望远镜来看 基本上已经不是空间的影像 它乃是什么 时间的影像 所以在这篇西伯来书11章里面 记载了许许多多圣经的信心伟人 这些人物虽然已经离 现在已经好几千年了 但是西伯来书11章 它就像一具望远镜 把它们从以往拉到现在 让我们看见这些人物是一清二楚 好叫我们知道 他们在当时是如何仰望上帝的 他们当时是如何信靠上帝的 我们知道他们现在在西伯来书11章 已经成为未来的天王 他们在信心上面都是天王级的伟人 我们透过西伯来书11章 我们要效法这些圣经的伟人 好叫我们在往我们的前面看的时候 依然我们透过哈佛望远镜 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人生的未来 只要效法这些圣经伟人的榜样 我们依然在那个世代 会被那个世代称为什么 未来天王 所以在跟旁边的人说 你是未来天王 是的 今天我们要特别来看 这些信心伟人当中 有一位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 他对神的态度有哪些方面 是值得我们要效法的 当我们学习了亚伯拉罕 我们依然可以在信心上面 迈向未来天王的等级 因此西伯来书11章第8节 一开始就说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昭的时候 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这一节告诉我们 遵命是未来天王蒙昭的特质 第一大点 遵命是未来天王蒙昭的特质 这句话说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昭的时候 就遵命出去 蒙昭 遵命 在这一节圣经里面 是同时的动作 表示亚伯拉罕一蒙昭 就遵命 立马就有了行动 他并没有单言 西伯来书的作者 急度了推崇亚伯拉罕的勇气 以及他的单纯 因为他毫无犹豫地 接受上帝的应许 甚至至于不知道 他去要往哪里去得地为业 他都不知道 亚伯拉罕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以尊命 离开舒适圈的人 尊命他就离开了 乌尔这个地方 离开他从小长大熟悉的地方 可以看见亚伯拉罕 自从认识上帝之后 他就把自己的人生计划的主权 已经交给了上帝 他并且时刻提防自己 不要躺倒在那个舒适圈里面 因为舒适圈 只是一个暂时的避风港 它不是你永远的安乐窝 它只是你心中准备迎接下一次挑战 之前或许刻意让自己放松一下 暂时休息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 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因此不离开舒适圈 最后的结果就会像 像什么 温水煮青蛙一样 温水煮青蛙 在心理学叫做青蛙效应 什么叫青蛙效应 是指你如果把一只青蛙 丢进一个滚烫的开水里面 它立马会怎样 因为被刺激 痛就跳离开那个水 而得到生命的存活 科学家把一只青蛙 放在一瓶温水里面 然后底下慢慢的加热 这是青蛙 在这盆水里面 哇 那个温度 很舒服的 它就在那一盆水里面游来游去 虽然底下有火在加热 但是一开始那个水温 是让它越发的舒服 就像泡在枣缸里面 它享受那个温水 哇 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你知道吗 那个火越来越加热 温度越来越高 它都没有警觉到 直到这个水 怎么好像跟刚刚不一样 它的脚虽然想要弹 想要弹 想要跳 但是已经怎样 已经跳不起来了 结果当那个水越发的滚烫的时候 它也就怎样被煮熟了 这叫做温水煮青蛙 这只青蛙死在那个什么 舒适犬中被烫死了 刚刚听到我们的这个领会说 我们在这里已经在倒数了 这是什么 最后第二个礼拜在台铁对不对 是 在这里过去的十年 我们虽然有很好的场地 你坐得很舒服 像在看电影一样 虽然你们是在聚会 我也相信你们是在聚会 这代表这个场所实在太舒适了 但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里 阿们吗 我们要离开这个舒适圈 是为了上帝要带领我们 进入一个应许之地 那是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阿们吗 哈利路亚 是的 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 就遵命出去 他因着信离开了舒适圈 徐爸和徐妈 刚开始结婚的时候 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我在台南 徐妈在台北 我们两个人结婚之后 一南一北 我们计划 等到徐妈的工作结束之后 就搬到台南 因为是嫁到台南嘛 是 但是哪知道上帝的计划 并不是这样 上帝跟我说 北部他要交出来 南部你不要拘留 当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跟我们原本的计划 是不吻合的 但是 我们愿意顺服下来 继续祷告 那么 如果上帝 你要把我带到台北去 第一 工作你要预备 第二 住的地方 你要预备 虽然徐妈是住在台北 有家 但是我们乡下人很忌讳 一结婚男生到女方家 那叫什么 所以 我跟上帝开了条件 助你要预备 工作你要预备 很快 上帝就预备了工作 当上帝预备了工作一来 我去面试的时候 我跟上帝开了条件 三个条件来 印证这是上帝你给我的 第一上班的时间 第二上班的工作性质跟内容 第三是薪水 薪水很重要对不对 哪知道 这面试的时候 这三个条件 我都没有主动讲 面试官一一的跟我 进行的时候 这三个条件完全吻合 连清水一毛钱都不差 我完全知道 这是上帝的预备 所以我就陆续 把家当给搬上来 直到上帝为我们 真的预备一个又新的家 这个真的是一个新盖的家 然后完全说什么 不要收我们的房租 哇 这不是莫大的恩典吗 掌声归给耶稣 当然按照公益原则 我们之后还是使用者付费 付了房租 但是顺服就是蒙福 阿们嘛 所以真实的顺服是完全的顺服 第二遵命 要完全的遵命 生命纪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宣读 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利率 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 使我们常得好处 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 像今日一样 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 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谨守遵行 这就是我们的义了 神命令以色列民 谨守遵行他一切所有的诫命 完全顺服神的话 因为神的话里有神的命令 神的话里有神的应许 神的话就是神的道 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说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听神的道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要行道 顺服神的话 我把教会是隶属在行道会里面 我把教会就是一间行道的教会 太小声了 同意的话 大声说 阿们 是的 活把教会就是一所行道的教会 第二大点 信心是未来天王得应许的条件 亚伯拉罕的信心 不只在于他离开乌尔最初的 这一个顺服的行动 他的信心更延伸到了应许之地的经历 并且深深的影响了他的下一代 西伯拉罗十一章第九节说 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 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 在这一节里面 做客这个字具有暂时 居住在一个陌生地方的意思 后面好像在异地 更是加强了亚伯拉罕在这陌生的地方 形容他居无定所 寄居人篱下的那一种感觉 在这个旅程里面 他经常所到的地方 是从来没有去过的 而在这旅程里面 他遭受到盗贼 遭受到许多的辛苦被欺负 来到了一个地方 有一些比较有强势地位的人 想要抢夺他的妻子 充满了艰困 西伯来苏的作者特别推崇亚伯拉罕在最艰困的环境当中 他依然坚持什么 超越逆境的信心 超越逆境的信心 在圣经里面 信仰生活也经常被形容成一种旅程 然而在这一趟信仰人生的旅程里面 上帝从来没有担保我们是怎样一帆风顺的 许爸到台北之后 我们在新的居所遇到了车子被人偷 并且我还被勒索 在电话里面 他要我拿一笔钱把车子赎回来 我们不能这样做 因为这样做是犯罪的行为 因此他最后也没办法说服我 他假意 好 那我还你车 我还信你为真 在那个三更半夜里面 他们来了三个人 把我夹持在他们开的车里面 随着到黄郊野外去 他说我的车就停在那里 他要把车还给我 你看许爸这么单纯 就这样跟着去了 就这样跟着去了 当我去的一路当中 心中虽然充满了害怕 但是我知道上帝与我同在 我继续在车上跟他们传福音 直到到了这个山顶上面 他就停下来了 看到我车子就停在前面 不放我下来 他说你要拿钱来帮助我 我才放你下来 否则的话他已经拿起了一把开山刀 亮出来 你害不害怕 感谢主 那时候一心只是想传福音给他们 我说只有耶稣可以帮助你们 我帮不了你们 最后他看我的坚持 你知道吗 最后这三个人都信了耶稣 车子还给我 当我上了车要开车下来的时候 我不晓得那是什么地方 他说 我叫我最小的带你下去 过了半小时我再去见他上来 果然他平安把我带回家 钱也不要 车子还给我 三个人还信了耶稣 哈利路亚 掌声归给耶稣 只要坚持到底 上帝可以让你的人生逆转胜 阿们嘛 英国大文豪 Louis在他的著作 《痛苦的奥秘书》里面提到 你无法知道自己对某件事是否确实相信 只到这件事情是真是假 与你生死攸关 他设了一个比喻说 就像一条绳子 若只有来捆绑箱子 你会相信它够艰劳 但是如果这一条绳子是用来把你自己悬吊在悬崖那时 恐怕你才会发现自己对这一条绳子真正的信赖有多少 我相信到那时候 我相信到那时候每一个人一定完全只相信这个绳子 你不相信不行 因为你一不相信 你就掉到癌底下 你就死了 信仰也是这样子 主对你是否那么的重要跟真实 往往是你自身在一个苦难的环境里面 你才能够深深的感受得到 到那时候你才能够紧紧抓住他 跟旁边的人说 时刻不能没有主 是的不要等到那时候 再来呼求主 如果平常你不懂得依靠的话 可能到那时候 连耶稣的名字你都喊不出来 哈利路亚 第二点 亚伯拉罕的信心是 不凭眼见的信心 信心是什么 信心就是即使在人说不可能 不行的时候 但相信在神凡事都能 这就是信心 36岁 澳大利亚 不到家 立刻胡哲 在生下来的时候 他就没有四肢 他的父母亲 看到太惊讶了 他不晓得如何来乳养这个小孩子 可以把他拉拔长大 已经不容易了 在立刻成长过程中 他自己也曾经想自己放掉人生 但是 当他被上帝的爱摸着的时候 他知道在他的生命当中 上帝对他有计划 因此他充满了希望 直到六年前 他和妻子步入了礼堂 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 他这样子的人还可以结婚生子 不久之后生下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从此改变了他对人生的看法 并且在前年国际父亲节 他在脸书上公开的宣布自己已经第三度当爸爸 而且妻子怀了的是什么 双胞胎 所以他现在是一个四个小孩子的家庭的爸爸 这是他从来都不敢想象的事情 但是人看为不可能的 在上帝凡事都能 阿们嘛 我们来看一段短片 採声归给立刻 也归给上帝 我们的上帝实在太奇妙了 神创造我们 不是要成为一个失败的人 你知道吗 是 我们虽然平庸 我们会有失败 但是 失败不是永远的 神 祂造我们 有祂的用意 并且 我们可以靠着祂逆转胜 成为一个得胜者 阿们嘛 跟旁边的人祝福祂说 你是得胜者 是的 你不会永远停留在那里 靠着主 你会走出困境的 许爸小时候 有一个绰号叫做 小的人可能知道 这是一个布袋戏的人物 在我们那个年代 有一出布袋戏 家喻户晓 就是 苏雅文 终竟人 这些都是主角 一个正派一个反派 但是还有一个配角叫做 两戏的 两戏的 还要两戏的 就是因为他讲话 结结巴巴 哈哈哈哈 哈欲 一直讲话 哈哈 心中有一句话 知道要讲出来 可是嘴巴就是没办法配合脑袋瓜 哈哈哈哈 哈欲 哈欲 两戏的 我就是被邻居 不管是叔叔阿姨 或者是跟我一起玩的同伴 我就被叫 哈欲 两戏的 因为我从小就有大舌头 所以在我开始学讲话的过程中 是一段很辛苦的过程 特别小学上 我现在发音都还可以发出来 在那时候我是完全没有办法发出来 所以徐爸讲话很慢 其实可能先天不良后天也有点失调 所以导致我一直必须要慢慢的慢慢的把那个音发正确了才讲出来 所以我一定会慢慢拍 我就成为讲话很慢的人 但是我不放弃 因为我一定要把我的话 讲得让对方可以听得清楚明白 感谢主 上帝竟然这么的奇妙 用一个哈欲两戏的 今天站在这里传他的道 奇不奇妙 哈欲 掌声贵给耶稣 一年前 如果你们注意到社会新闻 台中有一场火灾 烧死了一个命理师的家庭 那一天晚上 这一场无情的大火 不只烧死了命理师 而且烧死了他一个儿子 以及儿子的女朋友 包含 唯一一个在火场里面 获救的他的太太 是个基督徒 但是虽然可以获救 他几乎全身40% 被烧烫伤 整个脸部 几乎都会聋了 上个月 当我到分堂去 讲道之后 有一个姊妹把我抓着 她说 徐哥 我们一起去探访 一个姊妹 我关心她有一段时间 但是我实在不晓得用什么话来安慰她 我跟着她去 我跟她说 我也不晓得用什么话来安慰她 直到我看到她 我心生怜悯 圣灵在我里面 涌出了好多圣经的经文 我把上帝 对于一个苦难中的 人 他所怀的心意 我告诉他 我为他服侍祷告 之后 传回来 他说 他很受感动 他知道 这些话是向着他说的 他曾经想要放弃过 但是 在这些话语的安慰之后 当他明白上帝在他 后面人生的计划之后 他全然知道 虽然他遭遇这么的一个难处 但是他充满了生命的盼望 他知道他是有未来的 而且未来会更美好 阿们吗 当一个人有信心 他的人生就可以继续的前往 成为一个蒙福得胜的人 阿们吗 最后一方面 因忍耐等候天王的未来不是梦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节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在这一句话里面有两个词 经营在新义本里面 一座设计 传递了上帝就是这一座城的建筑师的概念 是他亲自设计 是他亲自规划的 第二个词叫做建造 特别用在建筑的话 就是在整个建筑过程中的执行跟监工 在这两个字里面 上帝对这一座城充满了计划 一个想得着上帝应许的人 他所需要的 只是用信心来等候 用信心来等待 其他的事是上帝自己的事 他要亲自地成就他的计划 他要亲自地引导你 他在你人生中的计划 阿们吗 我们就是这一座城 他为我们经营 他为我们建造 为了是让这一座城 成为一个荣耀他名的 阿们吗 哈利路亚 使你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这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只要我们效法亚伯拉罕的顺服 信心以及等待 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工作 必然实现 希伯拉罕十一章 十一十二节这么说 因着信 连沙拉自己 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 还能怀孕 因他以为那应许 他的是可信的 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 就生出了子孙 如同天上的行那样多 如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海边的沙 就是指亚伯拉罕 肉身 金在地上的后裔 天上的星 就是我们这信入上帝 接受耶稣基督救赎 成为数天亚伯拉罕的后裔 如今是不是一一都实现了 他的后裔你真的数算不来 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沙拉 生子的故事 记载在创世纪17到21章 很精彩 鼓励你们去读它 当时他们两个人都已经 八九十岁 甚至将近一百岁的老人了 远超过正常新生育的一个岁数 所以这个应许听起来其实真的很不合理 但结果事实已经摆在眼前 亚伯拉罕和沙拉对这个应许的反应 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 刚开始听到这应许的时候 他们难以置信 在开始的时候 他们认为这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 就像创世纪17章17节 当亚伯拉罕听到这话的时候 浮在地上喜笑 而沙拉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听了这个应许之后 心里面也暗笑起来 在创世纪18章12节 所以人一开始 听到上帝的应许 可能我们都难以相信 因为神给你的恩典 实在超乎我们想象之外 阿们吗 神要给我们的应许 往往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等到我们突然觉悟 原来这是神的话告诉我的 因为神不会说谎 所以才进入半信半疑 格林多后书一章20节说 神的应许不论是有多少 在基督里都是是的 所以借着他都是实在的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徐爸跟徐妈结婚之后 当我们生了第一个小孩子之后 上帝告诉我 他要给我三个小孩 而且三个小孩都是男生 上帝告诉我说 一个要属乎耶和华 另外一个要以雅各的名字称 还有一个要用手写归以色列 一个又一个再一个不是三个吗 而且我知道 属乎耶和华 投身的男生献给他 男生 雅各 以色列 都是属男生 所以我知道上帝要给我三个儿子 当我领受这样的话 我跟我太太说的时候 她说 能不能分一个就好 因为生孩子实在太辛苦了 很痛 我身为一个男生 我没有办法体会 那个生产的痛楚 所以我说 好了 好了 但是上帝要给你的 他就会按照他的心意 给你祝福 事实就摆在眼前 三个孩子如今都长大了 我站在他们旁边 我很有安全感 你知道吗 荣耀归给耶稣 是的 我们要经历这种过程 当我们依靠上帝的应许的时候 我们会进入到一个地步 叫做生性不移 靠着上帝的恩典和力量 是不可能的事 成为事实 信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信心的恩赐运用起来 也有一个经历的过程 连信心之父 亚伯拉罕都不例外 因此当上帝给你应许的时候 或许你开始不能接受 但是你不要用你的脑袋挂 你要相信上帝是信实的 继续依靠祂 你会看见祂的带领 你会看见祂的给予 你会看见祂的祝福 直到应许实现在祢的生命 化不可能成为可能 阿们吗 弟兄姊妹 我们请座位上站立起来 你的未来不是梦 我们跟亚伯拉罕 撒拉比起来 领受了神更多的恩典 如今这些应许 在当时他们都看不见 但是如今我们都看见了 他们是信心的伟人 他们是未来的天王 只要我们效法亚伯拉罕 效法他们的 对上帝的一个信心 对上帝的一个等候 我们依然可以 让我们的人生 安全的交给上帝来引导 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 未来的天王 阿们吗 我们一起来敬拜 因为祂的名字是何等的荣美 祂的名字是带着能力的 阿们吗 哈利路亚 祂的名字是何等的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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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名字卖用了祢 主耶稣神祢 祢的名字卖用了祢 祢的名字卖用了祢 主耶稣基督的神祢 祢的名字卖用了祢 无人能提到祢 祢的名字卖用了祢 主耶稣神祢 在这里我要呼召两种人 今天借着上帝的话语 祂要告诉你 祂在你生命中有美好的计划 因为我们是有未来的 我要呼召的第一种人 特别或许今天新来的朋友 你还没有认识上帝 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 你更不明白上帝 在你生命中有什么计划 你一直走在你自己的人生计划里面 不管是成功或者失败 今天你听了这个信息 你知道上帝在你生命中有计划 你要认识这位美好的上帝 你要认识这位美好的上帝 你是不是基督徒 只要在你的生命现在 你觉得你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 你一直害怕没有前途 你对你的未来是没有盼望 你一直活在一个沮丧里面 你失去了信心 今天你渴望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也能够临到你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你愿意学习亚伯拉罕的样式 信靠上帝充满 让你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充满了希望跟祝福 这是第二个人 所以有以上我讲的这两种人 我数到三 你可以举手 我要特别为你祷告 现在请闭上眼睛来 一 二 三 请举手 请举手 感谢主我看到许多人都举起手来 先不要放下 我要特别为你们祷告 没有举起手的 你们不要张开眼睛 你们也为这些举起手的 一起来祷告 请跟我这样祷告 亲爱的上帝 亲爱的上帝 谢谢你 谢谢你 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已经得救了 在圣灵里面 我们要更深的来认识上帝 因此我相信 耶稣基督的救恩 已经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上帝赦免我的罪 这时候 我愿意接受这个救恩 让圣灵内住在我的里面 成为我永远的帮助 使我永远的帮助 引导我一生 引导我一生 让我明白上帝在我生命中的计划 让我明白上帝在我生命中的计划 实现在他生命中的命定 实现在他生命中的命定 上帝啊 扶求你 借着圣灵 让我知道 我的未来是有希望的 我的人生在你的计划里面 是美好的 因此求你拿走 我生命中的一切沮丧 我生命中的一切沮丧 一切阴霾 求上帝 求上帝 你的真光 照耀我的生命 让我看见 美好的希望 以及未来 谢谢主 这样祷告 祝主耶稣基督圣明 掌声归给耶稣 哈利路亚 继续来敬拜 无人能抵挡 无人能想你 从今到永远 你掌权 过度属于你 荣耀属于你 你的生命 照顾万里 你的彼此白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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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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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彼此白有能力 祝主耶稣生命 请低头闭眼 接受祝福 为人上帝的慈爱 耶稣基督的恩惠 常常借着圣灵 充满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 成为得胜者 也充满在我们的家庭职场里面 以及我们的学业里面 让我们可以逆转胜 并且 耶稣基督的救恩 成为我们永远的盼望 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盼望 有未来的人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 都是未来的天王 将祷告祝福 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